這個不動地,這個八地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出地是一個指標,八地又一個指標 因為八地的特點叫無增減增乳 這個是很難的 不增不減是全世界最難的 不生不滅還不難 不生不滅你只要把極境放掉,就沒有什麼生命了 不過不近就有點不太容易了 到了不增不減,那叫動靜一如 你看我們一般人 你到了佛堂,你的心靜下來 你的觀恨,你的功德是增長的 你走出佛堂跟人家一吵架 你那個一心傷關就是減弱了 我們凡夫的修行是增減增減 到了八地菩薩,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閉關不閉關這件事情 那叫一個動靜一如 這是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他的大悲心特別重,開始啟動了 所以一個人空關越強的時候 其實他的大悲心 他對眾生的包容度是更厲害 而且是普現色身 真正啟動的普門視線 所以一個人越空的時候 他能夠現出的像 那更多元化了 他能夠現,以你什麼身得度 這個應該做他的劍屬,做他的朋友 他能夠更加的能夠滿足眾生的需求 這個八地 當然他的所有的功德 來自於他對珍儒的一種不增減 這種功德而產生的